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语力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医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和听众探讨了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医学上的问题 就是湿疹 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到的了 也可能身边有很多的家人或朋友 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病 在西医的角度来说 其实他们大部分只是用一些内服的铝固唇 比如是外用或者内服的铝固唇 来压抑住濕疹的问题 例如他们的痕 甚至出血等等 只是做了一个表面上 最多是在表面上控制到病情的情况 所以一般的病人都会觉得 有了濕疹这个问题 就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治疗 甚至只能控制到 不是真的能控制到的 但是在自然医学上 在同类疗化医学上 这个不是一定的 只要通常如果病患者 没有被任何西弱搞过 而病症也很清晰 相信很容易配合同类疗剂 达到一个很快去传预的情况 袁医生最近有个案例 不如袁医生帮你分享一下 实际患者的案例是如何 而是如何快去传预的情况下 将他的濕疹医治好 袁医生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挺有趣的 因为这个案例 我最近才知道当时的治疗效果 因为大概一年半左右 大概22年 好像大概是9月多 他就来这里看病 原来他来 要我帮他看问题 是一种濕疹 他自己是20多岁的女士 我听他的资料 他说原来这个濕疹 是他一出生就有 一出生就有 即是一个很长很长的 我们检查也知道 原来他当时的腿 大腿 背部的大腿 膝肩后面的大腿 膝肩后面的典型部位 手肘 手肘 内側 还有差不多的隔膝底 他说这个问题 从出生到原来一直困扰他 当然他说有些时候 就视乎天气 如果是热的天气 他就会痕得很厉害 会发作 还有热的环境 就是一张床 如果是热的床 他会觉得痕很多 但是在冬天就好一点 可以这么说是断断续续 但他从来没试过 真的光光正正 一直都有不同程度的失策 当时他来的时候 我看到膝肩膝肩后面都很大大 屁肩后面都很大大 当时我尽量拿了很多资料 关于病征部位 在病征的环境之下 什么环境会痕痕 他自己平时 塵的时候 塗些椰子油 他已经放弃到用西药了 出生到原来都有 他都知道西药的铝固醇 是会破坏的皮肤 会更加伤害的 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用椰子油 敷一下 如果他觉得很流行 他就塗些酪汇汁 酪汇酪汁 酪汇酪汁 有时候他就看情况 他自己用这些方法 说法来舒缓一下 有时候他将会发现 如果ех evolving便会 热便会差 你知道我们的医疗方面 我们多多时间都会了解整个人 有7月个人ifiques问候 EXTnt deve付给他整体 包括他他种对饮食喜好 他说他自己是很喜欢吃有味的东西 浓味一点的东西 喜欢吃鸡蛋、肥、煎炸东西、冻饮品 还有咸的东西 这些他自己是甜的 我自己是喜欢吃这些东西 他不喜欢吃那些 他说他不喜欢喝咖啡的 他说他自己知道 他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食物测试 他发现原来他对浓虾敏感 对果实的鸡蛋会敏感 他说他对牛奶会敏感 还有花粉 他喜欢这些东西是很特别敏感的 我通常追问他 你会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他说他很喜欢喝冰水 越冷的水 越冰也好 要是喝1.1-1.5L 他会喝很多次 他会喝很多次 其他方面 他有时候惊痛 惊奇来说 他会腹胀一点 在我们的文卷里面 我会提及到他自己的精神状态 整体的人 他说他人比较怕冷的 通常喜欢穿长袖的长袖 他都比较怕冷的 还有一件事 他说他很怕行雷闲点 有些人听到行雷闲点没什么音乐 有些人觉得很开心 很感激 但他说他很害怕 从小都很害怕 我经常问他的性格 他说我性格很开朗 很喜欢朋友 嘻哈哈 很喜欢活动的人 他也喜欢记怀和开心的事 基本上他都是喜欢嘻哈哈大笑 他说他曾经有个恋爱事 或者不开心的恋爱事 但他基本上都可以克服了 没什么特别 喝酒方面多不多 他说他一个星期喝两三次 这就是他的病情 我都问他的家后面 就是上一代 上一代有糖尿 祖父有糖尿 祖母有胃癌 他自己也吃一点维他命C 他这个人高高瘦瘦 他眼睛很睁 他整体性格 我判断他是一个轮型的人 轮型的人很开心的 嘻哈哈的 很喜欢喝冰水 加冰和雪糕等 我在他的整体 因为在湿浸 其实很多疗剂都有 所以在我们找疗剂 我们尽量尽量尽量找到整体性 不是局部的疗剂 当然我也有局部的疗剂 因为湿浸 可以这么说 我们在过去医疗里面 属于比较多 我配了一个疗剂 给他了 这个是过延期前 他没有再回来 他没有再回来 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配了给他 我给了一些基本的营养素 这个疗剂 包括巴哩菌 热绿素粉 烤素饮品 益菌 这些我们先打到底下 因为他说有腸围敏感 对某些食物敏感 我们尽量用烤素 山竹 烏维 加强 和益菌 加强消化 让他不会那么容易敏感 我基本上 用了这些基本的营养素 配了给他 配了一个疗剂 这个疗剂是什么疗剂 如果大家听过我们的节目 都会知道 是轮型的人 一个轮型的疗剂 一个整体性的疗剂 这就是说到研判之前的事 我一直都不知道 不知道的情况 我都不太记得了 因为我再来一次 直到上星期他又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发生什么事 原来当时我给了一个治疗方案 他很快就好了 他说到两三星期左右 差不多是完全好了 剩下了一点点 改善的情况一直持续到 他在最近大概两个月之前 他就开始有些变化了 开始变化了 开始变化了 成年变化了 成年变化了 我说发生什么事 那为什么又变化了 因为很多变化了 他吃了大概几个月 八、九个月 到最近两个月之前 皮肤就开始变化了 我分析一下 好得这么快 两三个星期全都清晰 差不多找不到 到年纪之后 因为他的饮食改变 我分析 我发现原来高蛋白的饮食 是包括一些乳清蛋白 因为这些人用来练大脂 练肌素 我估计他很大机会 就加回这东西 在我们过去的病历 一年纪之前的资料 他发现他以前测过 因为他吃一些不应该吃的食物 在同学疗法里面 我们经常都强调 有些叫obstacles to cure 治疗的障碍 你一定要消除它 如果有这些障碍 你不消除 其实什么疗剂都长远 都医不了 起码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 我解释给他听 他说是有很大机会 因此我再配当时配的工具 我当时给了他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营养素 一个就是疗剂 原来发现营养素 他基本上连那个套剂都还没吃完 很明显的疗效 就不在营养素上 在疗剂方面 于是我就配了疗剂 我们也知道 在我们过去的照顾病人里面 其实我们往往都有这些情况 病人来一次后就没有再回来 当然我通常都不会记得 病人如何养 我也没有办法找同事跟进 到时他可能已经康复了 可能不好 我也说不到 但是他这个例子 我发现原来他为什么没有回来 因为他已经康复了 一剂就搞定了 我们看看病历表 因为通常问 你来我们的诊所 你想的目的是什么 他填得很清楚 他只要处理我目前的问题 当然了 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身体整体应该不太差 所以最困扰他 就是他从出生到现在的 也挺广泛的 但是他就立刻搞定了 他就觉得不用了 搞定了 有时我都应该说一声给他听 我们都知道到底有没有帮助 是 大家听过节目 都知道 其实在我们的同学疗法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疗剂 有很多大的疗剂 是帮助濕疹的 我们看濕疹 可以说都比较多 我们的成功率很高 记住 我们离亲的病人 失神是一个在西医学上是医不到的 是没得跟治的 他自己用铝固唇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控制住一下 但是不会跟治到 小部分的问题 用铝固唇按一下 都算了 应该说不出些什么 他按了 有时可能都不会复发 但是很多情况是很广泛性的 通常用铝固唇都没办法 我们的病人里面 很多时候都没有很清晰简单的方法 很多时候都要视乎整体的问题 在我们的过去经验里面 我们也遇到很多濕疹的问题 有时候有些小朋友婴儿的 濕疹是在面部的 吃的面部是血淋淋的 我们也遇到有几宗正型的濕疹的小朋友 我们的疗剂 可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过 叫做Viola tricola Pansy 英文叫Pansy 是三色紧的草药 除了这个疗剂 还有一个疗剂 也比较常用的 就是石墨 Graphitis 食物通常都是这样的 短型的 濕疹 很干的皮肤 很少流汗 通常濕疹在四肢的弯位 顶、眼、耳朵在后面 通常食物型的濕疹会流入液体 液体就像蜜糖那样黏黏的 是这样的 失身部位 会有手、面、唇、耳背的皮肤 通常是怕热 晚上会比较差 有些黏性的皮肤 但食物型的人比较肥 粗粗肥肥的 我都要了解这个症状 阻药的疗剂 其实我们的疗剂真的很多 所以用的疗剂真的很多方面 只不过有些特别性的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就是Nature Mule Nature Mule就是盐型 盐型的人皮肤比较干干、碎碎 但有时候会有些黏液的分泌出来 部位也是关切的部位 头、颈等等 还有头发的边缘 这是Nature Mule 但这不是一个独特的症状 很多其他疗剂都会有的 通常比较红了、皮肤干干 有些脱皮 炎型的人通常是病发的原因 和情绪、不开心的事发生 长期的抑郁 会导致这样的失神 所以我们有时候 都要看背景的内缘 流氓有一个大的疗剂 流氓基本上是皮肤红红、痕、攀热、轻轻的感觉 通常热会比较差 流氓也是一个常用的疗剂 其他成功用过的 其他成功用过的 包括飞燕醋 Cephasagra 飞燕醋也是这样 濕疹 和一些黄黄的疤疤的液体 在口腔的皮肤红红 通常要修理它 那些痕就会走来走去 越修理它 那分泌就越多 飞燕醋的人 性格有时候有种被人欺负过的 很隐扬的性格 脾气是这样的 有些很隐扬的 比如被人欺负 加上这种刚才所形容的症状 其实我很多时候 在医学书典上记载 因为湿伸疗质性是过半尺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详细全面了解病人 才可以选一种比较适合 我刚才举过例子 因为这个病人当时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西药 他只是用油和舒缓 所以他的症是容易医 但是很多失神的病人 很多时候离开的时候 其实正在用西药和类固醇的药膏 被盖上 有时候他的症会需要多一点时间 问题不是疗剂 而是病人的状态 如果他的状态比较弱 或者有很多弱的副作用 就会潜伏在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的疗剂也要长时间 让身体慢慢把毒素自己排出来 才可以慢慢调理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这些疗难集症 好像没有得医 其实不是的 在我们同外疗法的经验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病叫无得医 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搞好 每个人都会走的 每个人都会走的 不过可以做得舒服一点 简单来说 好了 我今天和大家重复 再讲解一下 独外疗法对濕疹的治疗 多谢袁先生和我们的解释和分享 刚才开场的时候 也和大家听众提过 濕疹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甚至如我们刚才提及过的病人 由他出生后 当然他出生后 他当然不会记得 相信当时他的父母 应该会和他做一些即时性的西医治疗 但始终也不会让他根治 不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胎毒 排了一段时间后 就完全没有了 但不是了 持续来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 看他自己填的表格上 应该一段时间没有用我西洋 所以他的阵营很清晰 全部出生后 令袁医生比较容易掌握他自己的性格 很容易找到疗疹 而他也在很快速看到疗疗的功效下 他又很快速康复回来 从他的角度来说 他当然不需要再回来看我们 所以我们一向 就算是年多了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案子 直至最近 如果大家遇到疗疗疗疾症 不妨想想用同类疗法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台 看看哪些疗疗疗可以帮助 甚至是找袁医生帮大家做认断 令你们所谓的疗疗疾症 都可以得到有适当的治疗之下 获得传疑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提前提及过的尿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满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认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拜拜 拜拜